大家好,今天要分享的是蔓越莓坚果脆饼,香香脆脆非常好吃。 将100克杏仁放入烤箱烘150摄氏度20分钟。 4颗蛋白放入搅拌碗里用低速搅拌至泡沫。 把80克白糖分3次加入,用中速打至中性发泡。 加入几滴香草精。 用低速搅拌均匀。 将80克中筋面粉和1汤匙抹茶粉分次筛入蛋白里。 用搅拌棒拌匀。 再筛入40克的杏仁粉。 慢慢拌匀。 慢慢拌匀。 搅拌均匀。 搅拌至无颗粒。 搅拌均匀。 加入切碎的50克蔓越莓和1颗柠檬皮。 搅拌均匀。 再放入100克烘好的杏仁和60克开心果。 搅拌均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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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内部放上烘烤纸。 铺平表面后预热烤箱170摄氏度。 轻敲均匀。 轻敲均匀。 烘烤大约25至30分钟。 烘好后放凉包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一碗。 一碗后将保鲜膜去除。 切片大约2至3毫米。 切片大约3毫米。 放在烤盘上。 烘烤130摄氏度大约20至25分钟。 好了香香脆脆的蔓越莓坚果脆饼就做好了。 可以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朋友。 若喜欢这视频记得订阅按赞分享,希望大家喜欢。 谢谢收看。